作词 李宗盛 爱 让我受伤 心 为心天亮 心 穿透月夜 天 迎来光芒 梦 不曾迷失 痛 不再漫长 路上 想念陪伴着遗忘 路上 脚步连接着弯香 路上 滚滚流淌时光 路上 分开后退遍忘 岁月没有尽头 只有生命划落花香 风 带我飞翔 雨 淋湿时光 爱 让我受伤 心 为心天亮 通过对袁亚轩手机号码的调查 一个叫叶大哥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小天 什么情况 关机 关机 接着的 通了 没人接 没人接 再接着的 嗯 雅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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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酒不能这么喝的 你看 手不能碰到背身 要拿着背腿 这样手上的温度才不会影响到红酒的温度 对 然后 轻摇背身 让红酒与空气充分接触 可以唤起红酒的每一处香唇 这叫醒酒 当我举起酒杯 把对面留给你 当遇到美好诗篇 要为你读一遍 这是梦之福桥的歌词 雅萱 我很喜欢你 你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方美女 嫁给我 好吗 我 我不会让你的钢琴曲变得孤单和忧伤 既 既然 雅萱 自从遇到你那一刻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雅萱 接受她 好吗 我们可以先订婚 对不起啊 秦阳 对不起啊 秦阳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我没有此相准备 没关系 我想我会给你充足的时间来考虑 但是这没算计 永远为你留着 来 干杯 你 给你继续 至于你 没关系 你和我 unit 从来可以寻找的 在我身上 我们下回到我们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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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再给你换一换 你哪有时间啊 算了吧 本小姐就加点用一下吧 三天 我就把你送到这儿了 自己搭车回家 我知道 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秦阳 谢谢你的晚餐 谢什么 别客气了 这点小事 时间不早了 要不你先回去休息 嗯 那我先走了 雅萱 快回去吧 我想 我想看你上了我再走 你都送我回家了 让我也送送你吧 快回去吧 那好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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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喂 叶大哥 你在哪儿啊 小萱 发生什么事了 我想见你 我这样 你家门口不是一个茶社吗 你在那儿等我 好 我等着你 来 把这衣服穿着 我不穿 穿着 同学看着给你笑话我了 我穿着总比冻感冒了 强吗 走 别跑 不еля 你想坐 你怎么回事 你那么 mess 你没怎么回事 你开门 那没有 你开门 养着儿子 你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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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门 你开门 你开门 我有件事要问你 你问吧 警察 找过我 警察 警察找你干什么 你不清楚吗 我原来公司老板朱茂林被打的事 警察他们找到我了 问我有没有告诉过别人 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叶大哥 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找人打的他们 若萱 这个事情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才这么做的 可是叶大哥你们下手太狠了 活该 别人活不活该我不管 叶大哥你有没有想过 你被警察抓起来怎么办 雅萱 我不想让别人欺负你 你明白吗 雅萱 雅萱 你要没有别的事 那我就先回去 叶大哥 我还有件事要问你 你问 叶子呢 什么 叶子去哪儿了 你怎么突然 你怎么突然问你这个事 今天我们店里 来了一位客人 说我长得很像叶子 谁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 我听月灵说 他好像 叫 叫 叫严子龙 严子龙 叶大哥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叶子去外地打工了 今天 今天 秦阳他跟我求婚了 好啊 我觉得他 挺适合你的 真的 你 叶大哥 我请你告诉我 你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你真的就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雅萱 我清楚 我只是希望你幸福 我跟你在一起就不会幸福吗 你到底在逃避什么 雅萱 咱们不谈这个好了 雅萱 我还是先送你回家吧 走 我还是先送你回家吧 走 雅萱 深历 雅萱 都不太会uv 天工 particle啃子 完全全晋惧了 好准备好那些什么东西 叶大哥 要不上去坐会儿吧 喝杯茶 不来下去 进来 大哥 他到底怎么样 有情况 不着急 慢点说 我看夜三天那小子 带了那牛回家了 夜三天 你确定吗 大哥 千真万确 他们俩还搂搂抱抱 该怎么办 真是无巧不成熟啊 大哥 这样 你赶快把那女人给我绑过来 我要请夜三天喝一杯罚酒 现在吗 不 明天 出其不意 去吧 明白 那我走了 大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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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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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我去找你的路上 在树安被拐卖了 我现在在永康县 石头厢 杨家村 杨和年的家里 他们都打我 都打我 哥 我们死了 你快来救我 叶子 今天我见到雅萱了 雅萱问 雅萱问你 去哪儿 我说你去打工 哥说你去打工 哥 我们死了 你快来救我 哥 妹妹 我一定给你讨回工夫 我一定为你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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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保重 谁 我一定为你保重 你保重 我一定为你保重 查 decl机 老队 我查过了袁亚轩的电话记录 有个叫叶大哥的人非常和疑 因为这个叶大哥分别用六个电话号码 跟袁亚轩有个联系 这些电话号码你都查过吗 我都查了 那其中的五个不存在 有一个在用 我打过去也没人接听 老队 你说这个叶大哥 会不会和叶人你有幻想 老大 我觉得这个叫叶大哥的人 很可以 这样吧 夏天不交予 你们两个现在去找袁亚轩 问清楚叶大哥的事情 现在就去 是 小轩 请你怎么在这啊 我来接你上班呢 我给你买的早点 等着吧 那边老出事了快点儿 快快 请搜 好 还追不追的 来不及了 先救人吧 清阳 慢点 来 怎么了这是 别说能不能赶紧送医院吧 清阳 好 清阳 慢点 汤哥 怎么办啊 我知道怎么办 怎么会去警察呢 汤哥 这儿回去怎么跟大哥交代 怎么交代 等他来抽吧 看着惊魂未定的袁亚轩 我心里疑问重重 那我说我看见你 你怎么会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去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去 你怎么办 就是现在 我教我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最近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吗 这件事情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医生 他怎么样了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但是有脑震荡的迹象 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病人目前最需要的还是好好休息 好吧 好 谢谢您 医生 不行 谢谢了啊 不行 胡子 来 胡子 你说小梅和老六又天天勾勾搭搭的怎么回事啊 我感觉小梅吧 可能喜欢咱们家柳哥 也是啊 这小梅是人见人爱哟 我也喜欢她 天呐 谁要是你人你是不是都喜欢 你者 还有吗 你不稜吗 你怎么知道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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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哥 我睡在这儿 你昨早快喝到大嘴不省人事了 要知道机械睡哪儿才怪的 哟 六哥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兄弟 背后说我了吗 我那是想你了 想我 谁呀 不算 好点老腿 好腿一条 三哥呢 头上 走 看看那家 好 走 来 你别忙着 来 三哥 来 喝杯茶 三哥 老六回来了 对 是我 三哥 想死我了 三哥 水车就好了 很好 已经很好了 三哥 正好大家都在这儿 我想说个事 你们准备一下 咱们随随动什么 就这么多小事 你能办成这样 啊 我让你满意 龙哥 你消消火 都怪我办事不利 这怪了 最近办什么事都不顺 龙哥 再有机会 我一定把这事办好 滚 我让你滚 你干什么 就是放哪个银子 血火呀 没你的事 怎么就没我事了 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几天 我都说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别老跟我 鸡鸡蛋的行吧 我不管你 我走 把口罩摘了吧 龙哥 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来看看兄弟 有你这么看兄弟呢 你这是想杀人灭口吧 你信不信我枪打死他 我信 不过兄弟你想想 你就是把我打死了 你能活着离开是完整的 看看你的兄弟还在吗 咱俩做一批交易 什么交易 我要是不干呢 你有他选择吗 看在咱俩多年交情的份上 帮我做了这件事 我保你平安地离开水岸城 而且 还给你一笔钱 好好想想吧兄弟 等等 你说话算数吗 我颜子龙在树岸城 向来是说一不二的 但今天这件事啊 只能你我知道 好好养生 等我电话 等我电话 阿棠 一人在这儿喝梦酒啊 来 我陪你喝一杯 大嫂 你别拿我开算了 我办事不力 龙哥 正不开心的 你会办事不力 说来听听 我给你出出主意 嫂子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颜子龙在外面鬼混了 对吧 大嫂 龙哥没有在外面鬼混 就是太忙了 阿棠 有你这么贴心的兄弟 你说什么是什么 我不信也得信啊 嫂子 说笑了 你今天早上 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什么都没干 没干什么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说 不见得别的小弟不说啊 大嫂 你可别吓我 我是跟那龙哥跑腿的 谁都不想得罪 那你就必须告诉我 今天早上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大嫂 我要是告诉你的 你不要跟龙哥说好吧 放心 我心里有数 龙哥让我绑架夜三天的女人 夜三天的女人 哪个女人 就是在孟知福桥咖啡馆弹钢琴的那个女人 叫什么 袁亚轩 袁亚轩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确定 我亲眼看见的 他们两个人还在搂搂抱抱 想不到夜三天居然耗这一口 大嫂 我都告诉你了 希望你见了龙哥 不要告诉他好不好 好 我知道 来 小萱 晴阳请 晴阳 你醒了 我这是在哪儿啊 医院 你受伤了 是我们把你送来的 谢谢 他还知道说这个 说明脑子没事 你别平了 晴阳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 头还疼不疼 没事 一点点 喂 是我 我今晚想见你 我现在很忙 改天行吗 不行 我有急事要找你 好了 亚轩 别担心了 笑一笑 亚轩 我先走了啊 月灵 你去哪儿啊 陪我待会儿吧 行了 行了 我去给他弄点吃的 你出这一天过着 跟做梦似的 是 好在人事救下了 好在人事救下了 没受什么大事 哎 夏天 你说保在云雅轩的 会是些什么人啊 这件事情太突然了 我也摸不着头绪 哎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 没那么简单吧 你说的不是废话吗 要是这么简单 我还问你啊 哎 你有本事 你自己想 别问我呀 你看 你又来了是吧 这不是在讨论案情吗 我拿着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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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就拿着给你 去找我 你 我拿着给你 我把你回答案了 我拿着好 三天 你去哪儿了 你猜 我能猜透你的思想 你还叫苏大红吗 我刚才去楼下弄了些菜 还特地准备了一瓶八零年的红酒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浪漫 那要看跟谁在一起了 对了 你这么急着找我来 有什么事吗 你夜三天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着急 这么沉不住气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颜子龙最近神神秘秘的 可能在做什么准备 你还是小心点吧 你都打算跟颜子龙结婚了 他做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你是在挖掘我吗 颜子龙干什么事 会跟我一个女人讲吗 三天 我有件事要问你 说 你是真的爱我吗 你觉得现在还有必要说这些吗 有 当然有 那我告诉你 以前是 现在也是 如果有将来的话 我想一定会是 有什么事 看来兄弟的伤识好了 龙哥 我伤口好不好 你交代的事我不都得办吗 还是兄弟爽快啊 说说吧 明天的行动什么情况 帮我除掉周老大 什么 明天就除掉周老大 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开过这样的玩笑吗 龙哥不是让我去送死了 我怎么会让我兄弟去送死呢 我都安排好了 事情办成之后 我保你平安地离开车车 你以为你颜子龙 能控制住我马青山吗 看来兄弟是早有准备了 不过我敢到这种地方来见你 我就没想过什么后悟 不愧是龙哥 果然有大家风范 这样吧 我们赌一局 如果你赢了 我就答应你 行 一球定输赢 但这事还是要办 如果我输了 我多给你一百万 马上对见 兄弟行 我会知道 你一定是不愧的 你吃个人 我认识你 你吃点 你吃点 我自己吃点 你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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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